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在写的 我在写的时候可能看不到 所以我就倾斜一点点 这样对我来说呢 是有一定的难度 是有一定的难度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基本上有三种写法 第一种 就是我们说的一笔下来 就这样一笔下来之后直接 挑上去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要分两笔 分两笔 可以这样写 这样的 先写一个这样的一个数 然后再到这个地方 挑上去 这是第一种 跟第二种 第三种 就是有一个小动作 这样的 第三种 它上左 上下 然后 再挑上去 这样写的 第一种一笔写出来 我是支持的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都可以 我建议用第一种一笔 一笔写出来 有很多书友呢 是这样写的 包括有一些高手都是这样写的 是可以的 我不支持 但是呢 我很少用这一种 我们基本上呢 都用这一种和这一种 这是这个T的写法 一笔下来 直接顺势的向上提出去 至于这个前面有一个尖 这一个角度没有绝对 没有绝对 大概是60度的样子 60度 上方的这个轮廓线 是直的 下方的轮廓线 你可以看一下这 粗细 粗细 按照我们 按照我们这个 撇的来讲的话 就是头 进 肚 尾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肚子 是鼓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得很 可以看到的是很清楚的 这样的一个题 好 我们再来写一下 三种方法 我们学习写字呢 就是学习书写汉字的一个法 这个一个方法 这三个都是方法 你怎么能够写出来 都是可以 但是第二种 画出来我是 这个不支持的 不支持 但是你要知道 有这种方法 我是不支持的 在下来了之后 直接 向上 顶出去 就可以了 向上顶出去就可以了 我们来写一下 带有 提的字 比方说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 三点水的字 比方说我们来写这个姜字 长江的姜 它左边 就有一个三点水 它是一个提 好 我们先来学写一下 这个姜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这样的撇出去 第二笔在它的左边 大概在横中线这里 下来的 然后在第三笔 我这个水加多了 这样的 我有时候写的时候 也是一样 把它先会画一下 然后 再调出去 这个地方稍微少了一点 刚刚停顿了一下 这样的 这一个姜 指向的是 它的末端 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的距离 第二点和第三点之间的距离 正合是它的两倍 大概是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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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好 我们再来写右边的这里 扛肩上去 注意这里是斜的 上方能够先是平的 上方呢 是一个凹进去的 这个短痕 我今天也是在群里面 分享了这个短痕 它的一个写法 好 我们再来书写一下 蹲一下 这个地方 撇出去一点点 是很短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是很短的一个写法 下方的这个横呢 要写长一点点 下方的这个横要写长 这个地方的撇出来的目的 是为了和这里的横 它扎得很结实 它为了和这个地方的横 扎得很结实 扎得很结实 这个 这是这一个 姜字 我的这一个墨水呢 加的水比较多 加的水比较多 所以它有点阴 我刚刚边边写边讲 所以写得很慢 所以写得很慢 好 谢谢观看